狗狗脚肉垫有硬夹 狗狗的脚链一般都比较粗糙 右年的犬可能比较嫩一点 摸起来比较弹性 长年的犬一般都比较粗糙 上面有很多的一些硬夹 类似于我们手上 受伤之后产生老碱一样的 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磨损度的问题 如果在一个幼龄犬上面出现了 你要怀疑它有没有犬温热这个疾病 犬温热就会造成它的肉垫加深加厚 并且会粗糙甚至会开裂 如果在一只成天犬上面 你要排除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这只狗运动量是否过大 第二方面它有没有受过损伤 受过伤的脚链在举目的地方 是会出现增厚 这个增厚的主要目的是防止 并且保护它的脚链不再受二次伤害 只是这样一个目的而已 在幼犬上一定要多加注意 因为正常幼犬的运动量 包括磨损度没有这么高 它不应该出现一个非常粗糙 非常硬的一个结痂 一旦出现了 你首先就要排除是否有外伤 是否有传染病的问题 把这些方面排除了之后 如果还是有 那你大可不必担心 它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顶多就是个外伤 脚垫的外伤相对处理来说 很简单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一般不会危及到生病 所以说出现了问题 及时先去排查 如果搞不清 送去医院找医生 来去协助你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的情况才可以避免 狗狗出现一些不可预知的问题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